形象呢,也确实是得到了粉丝的认可 大家也接受了他 所以他唱这个饶舌歌的时候 全场的都在跟他配合 也可以看到阿特鲁夫现在的受欢迎程度 这个成了他的标志性语言 这个CM庞克也感觉到 你别来这一套 这个千万不要忘记啊 这场比赛的裁判是阿姆斯特朗 在上一周呢 曾经被CM庞克狠狠的教训了一顿 那么今天阿姆斯特朗是 公证裁判呢 还是帮助CM庞克呢 还是帮助阿特鲁夫呢 这个都不得而知了 总之呢 一上来以后 CM庞克先羞辱了这个阿姆斯特朗 阿姆斯特朗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 这个裁判马上劝开阿特鲁夫 说不能长时间这样 这CM庞克继续给阿姆斯特朗增加压力 阿姆斯特朗说今天我是裁判 比赛继续 这CM庞克啊 丢掉了世界重量级冠军金腰带以后 一直不服气 跟这个 宋荡者进行了一次重赛 但是那次重赛 虽然裁判还是原来的裁判 而这个 总经理呢 龙格也在场 但是龙格那一次呢没有再用招来害宋荡者 所以CM庞克没有得逞 他把这个怨气呢都撒在了裁判阿姆斯特朗身上 现在 他锁住了 特鲁夫 然后一个主动倒地摔 阿特鲁夫呢架住了CM庞克的头 CM庞克想摆脱 反倒 锁住了阿特鲁夫 这个阿姆斯特朗呢也拍了一下阿特鲁夫让他放开 他这是做给CM庞克看的 CM庞克马上上了一脚 CM庞克的很多 这个行为啊 都是引起了粉丝的不满 但是阿特鲁夫一个漂亮的单臂翻摔 然后再一个金刚臂 把CM庞克摁到擂台下面去 接着一个上层的飞波 又砸在了擂台下面的CM庞克的身上